期待已久的新新竹棒球場 想不到一起用就災情平傳 夜市球王曾俊興返台 分享世界排名創下新高的心情 登峰造極排球賽落幕 一起回味本屆賽事的十大好球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某某風運動 我是林安沛 新竹棒球場經過了兩年多的重建 終於在上個星期正式啟用 成為衛食龍的主場之一 而這也是中華職棒 即2016年之後再度回到了新竹 重新啟用的第一場比賽就一票難球 只能說封城的棒球迷 等這一天真的等了好久了 趕快把鏡頭交給我們的特派小組 一起來開箱全新的新竹棒球場 新竹棒球場經歷一番整修重建之後 終於要睽違六年 再度迎回中華職棒的賽事 那麼這裡之後也會成為衛泉龍隊的主場 那到底新的新竹棒球場 現在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趕快一起來看看吧 一踏入新竹棒球場 最先映入眼前的觀眾席 整體視覺以灰色和紅色作為搭配 原本的水泥階梯改成獨立座位 分類後方的球迷與球員沒有距離 球場內內野區域從原本的純紅土 改成天然草皮和紅土相間 在球場和休息區的出入口之間 則有排水溝 上面蓋著人工草皮的設計 朝外野看去 傳統積分板變成了智慧型大螢幕 球場照明燈柱使用LED燈 可以更快速調節亮度 投手牛棚區被移到左右外野 這在台灣的球場是第一次看到 本來是把牛棚坐在室內 但是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覺得可能試著在 放在拳力打牆後面 我覺得會更適合一點這樣 感覺沙子比較會亂吹這樣 那好處我覺得還有一個可能是 可以當下直接判斷球場上的狀況是怎樣 然後要比較進入狀況可以趕快去銜接 對啊那只是可能要上來的話 要跑比較遠一點的距離這樣 那野手計算彈跳接滾地球 和新場地培養感情 或野手判斷落點接高飛球 習慣紅土和草皮踩踏起來的感覺 投手群只要盡快適應 投手球的高度和硬度 選手們實際使用後的開箱心得是如何呢 或許跟其他球場比較起來 是有一點需要改進來 因為畢竟你場地如果沒有到那麼完整 還是會造成選手受傷 所以會覺得比以前好很多了啦 草皮還算平整 可是小隻頭有一點多 其實有點不怕撲下去可能會被石頭刮傷 還是怎麼樣 所以可能會比較偷手一點點 不好說欸 因為說真的 並沒有想像中這麼的完美 我覺得這還有很多修正的空間 在紅土上面 有接過滾地球 它的彈跳確實不是那麼的遠定 還是講到原來就是我們職業球員 還是要趕快去試 然後再慢慢的請市政府啊 來改善一些可以修正的地方 內野的這個泥土 黏土也比較鬆嘛 那其實草也還沒有很平 所以這方面可能就是大家會自己去注意 但是這個問題是老實講是需要 對他來講需要一些時間 因為他要不斷的一些鋪殺啊 養護那調整 可能要到明年啊 我覺得這個球場才有辦法變得一個 比較好 更好的一個球場 場景風勢和周邊住宅 是這裡的專屬特色 新竹地區的季風特別明顯 因此被叫做封城 無論在打擊或手臂上 都有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此外 新竹棒球場位於市中心 旁邊錦鄰住家 甚至外野看台下方就是民宅 然後我說比較有印象應該是 曲打牆下面會有人在打麻將的聲音 因為它是整個跟曲打牆是同一棟的 所以你去檢求說 如果真的有人在打麻將 喜麻將的聲音就很大聲 我記得是下午的時候風會比較大 然後到了晚上的風就不會那麼大了 對 然後所以他們想要 一直想要打圈內打的時候 有時候在左半邊可能會很順利的 就是可以飛出去 可能在打右半邊的時候 風的那個風向 可能會讓它無法飛穿越過去 我覺得手背的時候比較明顯 就是球會比我想像的再近一點 比較靠天空的風都亂吹 比較靠身高的風就是都逆風 所以對手背來講 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在改建之前 終始在新竹球場 誕生了601發全雷打 其中超過最多支全雷打的 是彭正銘有31轟 排名第二的是張泰山29轟 至現役最多則是林智盛的18轟 教練 選手分分細數在這裡的回憶 LAMIGO的時候打麻將全球打 就是我的第一支滿貫全球打 那時候還蠻有印象的 在新竹球場 沖澡的時候我去找一個水管 然後接一個水龍口 然後就這樣子沖澡 這是我在新竹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因為全雷打這裡撒的數量還蠻多的 然後比如只有兩百後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可是我剛剛講的 最讓我這個地方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拿水管在那邊沖澡的 那個時刻 我想我自己是跟新竹是還蠻有緣的 比如像我國小第一支全雷打在這邊 高中也是 然後打職棒第一支安打 第一個打點第一個全雷打 其實都在這裡打的 所以還記憶蠻深刻的這樣 球場正門口左右兩側 各有一家商品賣店 從選手 啦啦隊的應援毛巾 到筆記本 鑰匙圈等各種可愛小物 以及一整面造型豐富的帽子任你挑 好 剛才逛完一圈來看到 其實還有很多新竹限定 這裡才買得到的商品 比方說我手中這個零錢包 還有這個其實是新竹首站的紀念限定球 還有還有就是這個地墊啦 上面有新竹的字樣 等著各位朋友 球迷朋友趕快來新竹才買得到喔 22號的中華職棒下半季首站 由新竹女中一隊表演揭開序幕 總統蔡英文也來到現場 跟著滿場的1萬名球迷 一起見證新竹 繼2016年9月13號再度舉辦終止賽事 此外有許多新竹地區的學生棒球隊經常關賽 新竹市政府花費兩年多 赤資12億的重建成果 未來將成為衛泉龍的另一個主場 畢竟台灣的球隊也很少 那如果其實有兩個主場 我覺得會比較有新鮮感一點 新竹一開始也是只有籃球 現在只有籃球 職業的活動或行銷什麼 可以跟這邊的 可以開發新竹新的地方 變成我們自己的球迷的話 那對我們衛泉龍也是非常有幫助的這樣 中華職棒重返封城 現在就跟著新竹現役拳壘打王林志盛 還有新竹鄉親郭志玲 范國城 來個小小的趣味問答 看看你對新竹和新竹球場了解有多少吧 新竹球場快問快答 第一題請問新竹球場的啟用建立年份是 1974 B吧 C吧 C 1976年 答對了 你是有偷做公司的 沒有 你知道有什麼我會知道嗎 有什麼 因為我剛好昨天一看我回來看新聞的時候 剛好看到新聞的報導 第一位新竹球場拿到聖頭的球員是 A謝嘉訊 B李文傳 C度圖名 嗯 哪一隊贏啊 哪一場 喔 這個問題真的提示太明 C好了 C 猜是C啊 因為我只知道這個學長 李文傳 是嗎 答對了 這個第一位在新竹球場開轟的球員是 A 王光輝 B 李居民 C 李昆哲 李居民喔 B好了 B 李居民 對… 他都猜什麼 王輝哥 喔 回老大 答對了 因為昨天新聞有寫啊 請回答出三所這個新竹有棒球隊的學校 成德高中 OK 西國中 關西國小 關西國小 西門國小 東元國小 成德的國高中 然後國庭國中 好啦 那現在進入到很重要 請說出三樣新竹美食 城隍廟的裡面那個 柳家滷肉飯 是我以前教練開的 然後是還滿好吃的 然後 還有一個是那個 麻吉 也是在城隍廟旁邊 但是它在外圍 它的Piata外圍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是 鴨肉 然後 鴨香飯 也是在城隍廟那邊而已 對 鴨香飯 喔 然後 麻吉 還有我阿嬤的雞腳 阿嬤的豬腿要去哪裡吃 好想吃喔 要去我家吃 那說是三個新竹林盛玩的地方 我比較常去的應該就是 南郊旅港 內灣老街也比較常去 然後我去過一個 那應該不算玩的 算是看了夜景 夏季三角在湖口 湖口 對 那裡還不錯 去跟家人去過一次 六福村 喔 對 嗯 小人果 小人果是新竹王 對 然後 小叮噹 全部都是遊樂園 在遊樂園 對 民盛啊 對啊 小時候很常去的地方 不過新竹球場兩天比賽進行下來 有多位球員陸續傳出受傷的消息 因此原定7月24號的比賽 緊急延期 八月在這裡舉行的比賽 也將朝更換場地的方向辦理 讓市府和球團等相關單位 繼續修正調整 給球員更安全的比賽環境 還要有4HK引發他們的比賽環境 帶來真正的比賽環境 我自己能做的比賽環境 是自己的比賽環境 更安全的比賽環境 只要是自己的比賽環境 才能做到比賽環境 揮棒落空 打擊的來盤 遭到羅里三陣 遭到了三陣 今天已經標出了兩位數的三陣 在管理板中間的進擊位置 只要他緊觸下的效果 好要一一刀就有辦法 緊觸到三陣 即將要突破 經過看著球進來被三陣 這一角的變化球 調動了打折 逆甩 這好球 好 滾地球 傳二壘封殺 再送向一壘 低拼 這是羅莉在終職的 第一千局的投球 這球打在投手球前 投手攔住 羅莉傳一壘 刺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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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浪三局下半 羅莉演出了KKK 免賽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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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某某風運動 台灣網球好手曾俊欣 從去年底開始 一連拿下了三座ATP挑戰賽冠軍 世界排名來到了生涯新高的第86名 他也在今年首度打進了奧網 溫網還有法網的會內賽 談到這段時間的好成績 曾俊欣特別感謝爸爸一路上在國外陪他征戰 也感謝媽媽在台灣運動 台灣的支持讓他沒有後顧失憂 這位當今的台灣網球一哥也希望能夠在今年底的美國網球公開賽 拿下生涯在大滿冠賽的第一勝 朝著世界排名前70名的目標買金 對阿翔 就是每次當有人提到的時候我就會覺得會讓我自己給自己會有更多的動力 然後會想要讓自己變得更好 然後成為大家的榜樣這樣子 所以不管是在訓練還是訓練結束後的一些伸展方面 我都會特別的去要求自己要做到最好 從小像飲食或者是睡眠方面 就是一直都是我非常注重的地方 那時候小時候可能都九點八點半就上床 然後準備睡覺 然後飲食上面像甜的或者是冰的也都沒有在吃 跟這個德國教練合作之後 我變得更了解自己的優缺點 然後也對於整個球場上面分析對手的能力的這個狀態變得比較好 然後就連續拿了三個挑戰賽冠軍 然後排名也慢慢的往上升 讓我們今年有機會參加四大滿冠的會內賽 而且他們不管是在球場上面的氣氛也好 然後觀眾也好 都是一個特別的體驗 平常就是會常常打電話回去 然後就是想要看看他們現在過得好不好 然後就是想要關心他們 因為其實像我媽一個人待在台灣 然後還要照顧我弟其實也非常的辛苦 謝謝他們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 然後都不理不清 其實目前前面三個大滿冠都還沒有辦法拿到自己的首勝 但就是這次我覺得前面有大概四五週的比賽可以讓我調整 所以算是一個滿好的機會 就是我把自己今年的目標是設在前期時 希望自己可以再更幸福 也祝福夜市球王能夠再創佳期 節目到這邊先休息一下 稍微一起來回味登峰造極青年排球邀行賽的十大好球 不要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我看到它的有一種 我跟你的 Pagella 我們都是的 原來每一年 都 wrist Hack oke 我看真的 我的细胞影子燃烧的不干净是 分离去触破 随今换成功坠落 是否险绕的枷锁 我不必再多说 风向皆比不够自破 要解放于我 这是我的传说 感觉不是沙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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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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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某某風運動 第一屆登峰造集青年排球邀請賽 在上個週末圓滿落幕 主辦單位在9月底 還會在台北體育館舉辦登峰造集籃球賽 屆時將會邀請HBL 還有UBA的前八強球隊參賽 籃球迷可千萬別錯過囉 在籃球賽登場前 先一起來回味登峰造集排球賽的十大好球 可以被預判到 OK 來 弟弟 連籃兩球 好 極限的最後撥回來這個動作 可以看到他們投成這個直線選手籃網 在最後呢 他的右手的外側手 可以讓小巴來處理 噢 墊高就對了 對 看一任的舉球 給林靖倫攻擊 這個規避相當漂亮耶 哇 風聲這樣 這個規避其實很漂亮 而且靠到球的時候也聽那個聲音也是包球包的難 好球 這個發球相當精采 對 在線上 組織進攻 哇 哇 還有 沒有人難忘 再來一波 吊球 非常精采的吊球得分 林靖跟邁遙教練是不是採取七底政策 其實根本就沒有人 這是一個漂亮的發球 思雨 好球 漂亮的發球 好球 震盾為陣營 思雨想發球 林靖偉 難回 再一次 因為在HBL117年度呢可以 發球 8球 17比18 中间快过掩护的走劲何晶威 拉弓做得好劈腿 刘平红救球 翻下腰去也能够救到何晶威再一次 这是半个也救不到了 选择的是一个五号位的大斜角 美中教练 在华侨高中的教练团 接发球被破坏了 请不过处理球 但是这个球的落点很好 陈妍珊收到了空档 发球10号的吴玉安 照顾加压发球 接发球蛮好的哦 接自己进攻 但是被守中 开了后排处理球 接着浮城 有快工作掩护 刚好两个人很好 然后做偷袭 再跳起来几球 因为左手进攻队拿得下来 你领埃 教练是说的 第一根打得非常有气势啊 队长跳出来 在益城 相对来讲 不管是怒气上 或者果勾效率上 是相对好的 还有 还有 不能加上还在听听看 周园张又生没事 影像版记得一定要看哦 以上是这一集的梦梦风运动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